大家好,我是木卫,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一片神秘草丛踏进的人永世出不来的故事 怀着孕的贝奇因为孩子的去留问题跟男友闹了矛盾,和哥哥去往另一所城市 因孕兔停下来的他忽然听到旁边的草丛里传来女人和小孩的呼叫 似乎有人在里面迷路了 他们为了救人,踏入了这片比人还高的草丛 怎料一踏进去就像是进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 信号差得连电话都打不通,兄妹俩也走散了 为了找到彼此,贝奇一直在大声说话 哥哥却发现贝奇声音来源的方向忽所忽有,根本变不清 后来他们又试图通过跳起来的方式,让对方看到自己大概的位置 可是每跳一次,他们的位置就会变化一次,完全找不到确切的方位 这时一个男人忽然从旁边的草丛走出来 他称一家人都在这里迷路了 之前兄妹俩听到的求救声就是来自他的妻子和孩子 他让贝奇跟着他就能找到他的哥哥 已经毫无办法的贝奇只能应允 一直找不到妹妹的哥哥焦虑绝望 之前自己一直在找了小男孩忽然出现在身后 小男孩说,在这里活人不好找,死物更好找 因为草地不会移动死物 哥哥问他是不是故意把他们引进这里的 男孩否认了,并说他们也是被别人的呼救声引进来的 还像一副预知者的样子,淡定的对哥哥说 你妹妹很快就要死了 哥哥暗纳下心中的诧异,问他 为什么知道贝奇是他的妹妹 男孩说,只要摸了一块石头,人就能听懂草丛的话 草丛什么都知道,还说跟他走就能找到他的妹妹 在这样的情况下,哥哥已经顾不上男孩是不是在胡说八道了 赶忙跟了上去,男孩把他带到了一块巨石面前 那块石头似乎有魔力,将他的目光生生射住 就在他要摸上去的时候,贝奇的惊叫声将他惊醒 转身朝着草丛跑了过去 画面一转,贝奇的男友一路找了过来 他路过一座废弃的教堂时 发现教堂门口停着许多辆积了灰的小车 像是已经在这里停了很久 男友在草丛前发现了贝奇遗落的书便走了进去 为了不迷路,他一路上都做了记号 在他看不见的背后,那些打了结的草却悄悄地恢复了原样 他一直走到夜幕降临,也走不出去 在他看着贝奇的照片发呆时 突然出现了小男孩吓到了他 男孩反复问男友不记得他了吗 男友一脸懵逼,却十分清楚 这个男孩对他而言很陌生 男孩说自己知道贝奇的下落 男友便跟着他走 不料见到的却是贝奇的尸体 天色又亮了起来 男友把贝奇的项链摘下来打算留作纪念 他继续往外走 忽然听到了不远处似乎有人的动静 他赶忙呼救,有个男孩的声音回应了他 而这个男孩正是昨天晚上出现的小男孩 电影看到这里我们可以得知 这是一个无限循环的情节 先是贝奇兄妹被男孩和男孩母亲的呼救声 引进了草丛 贝奇的男友因贝奇遗落的书走进了草丛 在发现走不出去后高声呼救 而这声呼救又把在草丛外的小男孩一家引了进去 一家人在里面迷路后开始高声呼救 引来下一个贝奇,如此循环往复 让我们回到故事情节 男孩一家进到草丛后不出意外的迷路了 夜幕降临,男孩父亲依旧找不到奇儿 却找到了那颗巨大的石头 他被蛊惑住了似的站在原地 镜头一转,天光大亮 贝奇2.0出现在了草丛外 因为男孩的呼叫 他和哥哥一起走进了草丛 和之前的情节一样 兄妹俩走散了 只能通过大声说话确认对方的位置 此时男友听到了贝奇说话的声音 于是赶紧大声回应 听到男友声音的兄妹震惊不已 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此时男孩在草丛里发现了自己那只死去多时的狗 男友忽然想起了上一个男孩对他说的话 然后立刻要他站在死狗旁边大声说话 因为草地不会移动死物 所以他们顺着男孩的声音找到了彼此 男孩骑在男友脖子上看到了教堂的位置 他们便靠着男孩指明的方向一路走过去 这对重逢的情侣 摒弃贤贤 温情默默 这温馨的一幕落到哥哥眼中并不美好 他深沉的脸色似乎为接下来的情节埋了伏笔 忽然哥哥的手机响了起来 电话那头是个情绪激动的女生 一直在喊别让哥哥伤害男友 不能抛下男友 要一直和他在一起 不然他们会永远不停犯同样的错误 没有意识到电话那头正是贝奇声音的众人 并没有很好的消化这些警告 不知走了多久 贝奇下身忽然出血昏了过去 男孩父亲忽然从旁边的草丛里冲了出来 救了贝奇 他直言自己已经找到了回去的路 于是其他人都跟着男孩父亲走 可男孩父亲却一路将他们带去了那块巨石面前 他把手放在了巨石上 还引导着其他人跟着一起坐 说这样就能找到出去的路 就在哥哥一言而行的时候 男孩母亲突然出现 喝止了他的行为 并告诉他们不要相信男孩父亲的话 在看到贝奇后 他十分吃惊 从他的话中得知 贝奇已经被男孩父亲杀死了 而且还准备要伤害他 男孩父亲否认了这一切 辩驳说是男孩妈妈出现了幻觉 贝奇这时似乎看到了一些幻觉 幻觉里的男孩父亲一脸凶杀 他直觉不对劲 决定远离他 男孩父亲却像是成了巨石的信徒 一时在说服他们去碰那块石头 劝说无果后 他准备来硬的 男友先他一步将他打倒在地 在一阵混乱过后 男孩父亲抓住了妻子的头 竟瞬间将其压扁 他们慌忙逃跑 一路跑到了个废寝的建筑 在这样的境地下 两个男人开始争吵 甚至打起架了 因为哥哥对贝奇有着超乎兄妹的感情 这让男友大为不满 哥哥也从来都看不上男友 没一会儿男孩父亲就追得上来 他们慌不择路地跑到了屋顶 此时男友一脚踩空 眼看就要掉下去 哥哥条件反射地抓住了他 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放手 这一切都被背后的男孩看到了 在男孩父亲的步步紧逼下 他们往外逃去 在贝奇意识到男友的坠楼 或许跟哥哥有关后 怒而离开 落单的哥哥被男孩父亲追上 一把扑倒在地 此时他看到了旁边有具尸体 那尸体竟然就是自己 在这里还有许许多多 在一次又一次的无限循环中 被杀死的自己 大雨倾盆周遭的草竟然活了 他们将贝奇举了起来 一路送到了巨石面前 恍然无助的他 忽然想起了今天妻的电话 于是他赶紧拨通哥哥的手机 在听到那边的回应后 立刻给出了和今天听到的 一样的警告 贝奇忽然腹痛难忍 即将临盆 这时巨石旁的土地裂开 他看到了底下堆着无数蠕动的婴儿 受惊过度的他 一下昏死过去 醒过来后 男孩父亲出现在了他身边 他给神志不清的贝奇喂了草 还把刚出生的婴儿给他喂了下去 坠楼的男友只是受了点伤 并没有死 只是当他赶过来的时候 贝奇已经生死不明 为了切断循环链 男友奋力杀死了 意图将他们都献祭给巨石的男孩父亲 贝奇最后还是死了 悲痛欲绝的男友决定把男孩送出去 于是他触摸了那块巨石 只要触摸了巨石 就能知道出去的路 他将贝奇的项链交给男孩 告诉他自己是出不去了 但他一定要出去 而且不能再让他们进到草丛里 这个他们指的就是 下一个会路过草丛的他们自己 男孩转瞬被送到了一座木屋里 将门打开后 发现这里竟然就是草丛对面的废奇教堂 他看到了即将被呼救生 引进草丛的下一对贝奇兄妹 他立刻冲过去拦住了他们 在看到项链后 贝奇决定听从男孩的话 直接驱车离开这里 在确认他们离去后 男友终于安心地倒在地上 化成了这里的一颗草 本片来自惊悚片高草丛中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咱们下期再见